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 我们表结构相关的修改字段类型 包括修改字段名称相关的内容 那这节课接着往下来 当我们想给某些字段添加默认值 或者说删除某些字段的默认值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以下两条语句来实现 首先添加默认值 我们可以通过Alt Table表明 接着你需要选中哪个字段 通过Alt选中这个字段 通过SetDefault来添加一个默认值 同样的你想删除一个默认值的时候 Alt Table表明 你要把哪个字段的默认值删掉 也是要选中这个字段 接着通过Job关键字来删除这个默认值 那接着我们拿这两个做一个小例子 实验一下 创建一个表 CreateTable 看一下Test多少 Show一下Tables Test12 If not exists写成一个Test12 接着来一个ID TenetT Tenet and T And send Alt T Alt Increment 或者写成一个User12 User11 那用户表为例也行 接着再往下 UserName VX 20 NotNot Unique V1 再来一个第三个字段 我们写成一个简单点的 写成一个E-Number Sax 或者写成一个H Tenet and T And send 好写完之后呢 一个简单的表就已经成功了 接着查看一下表结构 ENC一下User11 当我们想给H字段来添加默认值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以下语句来实现 Alt Table 表明User11 通过给哪个字段先选中这个字段 添加一下默认值 Alt H 通过Sight Default 来加上我们的值 18 来看一下是否可以成功 再查看一下表结构 User11 你看到18 已经是它的默认值了 之前默认是No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字段 Alt Table User11 I的关键字 添加一个email VX 50 写完之后呢 再来看 查看表结构 User11 Email有了 但是呢 它也没有默认值 这时候呢 我可以把这个email字段添加一个默认值 我就直接写了 Alt Table 表明User11 Alt 字段名称 Sight Default 写成一个值 382771946 字符串要放到引号之间 成功 再查询一下我的表结构 User11 默认值 也有了 那可以添加默认值 我们也可以删除默认值 那现在呢 我们把age字段的默认值 包括email字段的默认值删掉 可以这么来写 删除默认值 首先Alt Table 表明 你要删除哪个字段的 首先先选中这个字段 通过job观念字 来删除的一个default 默认值 实验一下 成功 再查询一下表结构 User11 这时候 它又回到了默认的 Now 那接着再把email也删掉 Alt Table User11 Alt Email Job一下 default 来删除一个默认值 成功 再查询 Email User11 你看到 这两个默认值 我们又给删掉了 所以说 当你想给某些字段 动态添加默认值 或者说 删除某些字段的 默认值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以下两个语句 来实现 好 那这解课之后呢 大家也把这个 添加默认值 包括删除默认值 来尝试一下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